台湾世界展望会从2022年推动蓝海计划 借由运动结合神明教育 2024年扩展至今共有15支队伍 东区其中交流赛在2月1号到2月2号 在花莲高宫体育馆正式开打 而东区4支队伍包含宜兰花莲还有台东 也期盼透过计划为孩子找到舞台还有自信 宜兰兰洋勇士队 花莲热血凤凰队 红椰巨兽队 台东HB猎人队 1日上午于花莲高宫体育馆 开启为期两天的蓝海计划 东区其中交流赛 台湾世界展望会自2022年推动的蓝海计划 2024年扩展至今共有15支队伍 借由运动结合生命教育 为热爱运动的孩子们从中发展专才 我觉得我加入蓝海计划 学到的不只是篮球中的技巧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跟队友之间的沟通 还有以及场上的一些观念 我觉得交流蓝海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鼓励 上面的教练不管是社工阿姨 都给我们很大的资源跟帮助还有鼓励 这个蓝海计划前年开始的时候是从东区的三个球队开始 后来逐年的增加球队 今年其实整个展望会我们在中部地区南部地区也都各新增球队 他才能够争取到上场的机会 我们希望让透过这一个他们所喜好的兴趣去吸引孩子 能够在这当中去学习 他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责任感 自律还有对忍受挫折的这些能力 这一次的活动其实最主要是透过这个篮球训练 其实在学习当中有安排很多次的训练 我们希望透过其中交流赛这样的舞台 让孩子他们平常所训练的这些球技可以有一个展现的机会 也能够透过宜花东四支球队彼此的交流 让他们能够以球会友 从别人的身上看到他们可能自己还需要增加的长处跟优点 然后也可以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去 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舞台 然后让孩子在这个球赛当中能够得到更多的自信心 有曾经一度放弃打球的孩子重返球场 也有凭借对运动的热爱而言语利己 热爱打球梦的孩子 社长会表示感谢不少企业单位的赞助和支持 让南海计划能够一年年持续推进 希望借此在训练中帮助更多青少年 及早形塑品格与价值观 找到舞台同才与带来自信 同时稳定学业翻转生命 记者长邦彦华林氏报导